近日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多家统派团体联合岛内社会各界发起珍惜和平两岸共赢和平宣言联署行动 要求即将上任的台湾地区新当选领导人赖清德应声明恪守一个中国 向主张和平的多数台湾民意负责 他们还提出两岸和平社会公平等六项诉求 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兵华表示 这反映出广大台湾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 台湾统派团体联合社会各界发起珍惜和平两岸共赢和平宣言联署 要求台湾地区新领导人恪守一个中国 重启重启两岸协商 保障两岸同胞交流交往 导致去中国化的文史刻干 展现了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的鲜明立场 清楚表达符合台湾同胞根本利益的正义诉求 反映出广大台湾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 我们对此表示肯定和赞赏 感谢观看